练习 昨天练习全都讲一遍 好 好 好 这个是这个题我就不讲了 可以吧 那只查询我们也也不带上去回顾了 那这个今天 今天我们就是 让我们来回顾昨天重要的内容 昨天在彼此题是比较多的 今天的内容呢是在 面试的时候比较多的 昨天是比 昨天彼此题的话 为什么是比较多 只查询 直接直接上来 那你写这个查询 写这个查询语序也要会去写 但是呢今天给大家讲的是什么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 今天的内容的实际上 实际上也比较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些什么东西 首先要给大家讲的是一个 DTL语序 它的一个管理表 创立表中间 用户 授权 还有是创立表 修改表 专注表 还有这个表的一个约束 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有一些印象的 还有一个是DML DML的话 那这里面也插入计划 更新计划 我们重点关注是 事物 我们之前没有学过的东西 在这里面呢 有一个部分 就是试图 序列 所以 任何一个 任何一个现代的数据库 设计的比较良好的 都应该提供试图 序列 所以 试图和序列 是必须得有的 这是任何一个设计 比较好的数据库都会有的 但是 每一个数据库 它的创立试图的语法不一样 所以 在去 大家去面试的时候 人家 试图 所以 这个基本上是 基本上是 避问的问题 也是比较高级的问题 用的比较草的问题 明白这个意思吗 不是很常用 但是是避问的问题 基本上这些路级是 DBA 这些 基本上是DBA去做的 而包括我们这边 也是DBA去做的内容 这些实际上都是一些小的 实际点 面试的过程中 喜欢问这些问题 不会说 面试的时候 让你 让你 用嘴巴 说 诶 你帮我 做一道 这样的一道题出来 那肯定不会让你嘴巴说的 但是会问你这里面的一些概念 重要的内容我已经给大家是标出来了 那这个是 这是这里面的一块内容 还有一块内容就是 数据的导入导出 这个没有啥好讲的 我在PDF里面 写的很长期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直接就讲 没直接就上 还有一块内容就是 PL Suco 编程的一个 入门吧 PL Suco 编程的入门 这个 用 半天或者15分钟 就是 学习一门 变成语言 还是可以的 对吧 这是一门 变成语言 那 这是